日本士兵被怪物吞噬了一千人,事后还被写进吉尼斯记录。 本门所有史料均来自于吉尼斯世界记录,一书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同时无任何影射,不涉及任何政治影射,不涉及任何政治。 1945年,日军在东亚战场,已经穷途末路同盟国向日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在缅甸的第一大岛南里岛,上演了一出人与动物的激战参战双方分别是南里岛的动物和一千名被英军赶到南里岛的日军。 最后,这一千名日军终止留下了二十人,而这二十人也已经精神崩溃,在孟家拉海湾上英军巡逻时发现了日军逃亡的船队,英军马上派出快艇追逐,并拉出了大量的飞机在空中轰炸。 因为日军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再英军的梦列,炮火中很快就撑不住,那英军派人喊话,让他们投降日军,却做出了最后的垂死挣扎。 逃到了南里岛,日军逃到南里岛上的时候,把那当做了陆地一千多人组成步兵,正往前挺进走了一段路的时候,日军发现这块并没有军队驻扎以为逃出升天,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里,之所以没有人助长,是因为这是南里岛条件最恶劣的,地方面积达到三十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沼泽,英军很快有所行动,带领军队包围了南里岛。 无奈之下,英军下令停止进攻,派出了航空母舰轮番轰炸,希望能够瓦解日军的防御阵型,经过一晚上的轰炸英军确定可以继续挺进了。 但是一路上却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等到了日军的第一防线,他们惊呆了地上满是日军河泽,鱼的尸体血水已经染红了附近的沼泽英军,在第二防线附近找到了二十名日军。 这些人已经精神崩溃,很多人开始胡言乱语,从他们的吃言片语中英军听出了消息他们的行动,惊动了沼泽地里的独虫和鳄鱼日军虽然有机枪保护,但是鳄鱼皮糙肉后很难打死,反而激怒了鳄鱼双方就打到了一起在独虫的,攻击下很多日军身上出现,伤口血水更加激怒了鳄鱼日军,虽然有一千余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